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华澳星空广东电视台以及是新浪 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为大家特别奉献的冠军面对面节目 我是赵天 为期11天的伦敦奥运会的体操项目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我们中国体操队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当中 最后是获得了四金三银一同的好成绩 排在了体操项目的第一位 在庆功会上领队罗超义说了 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 今天我们演播时里请来的也是两位冠军的选手 中国体操队的男子的选手 一位是周凯一位是小胖彭哲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们先说点什么好呢 你说我们说点什么好小胖 先说周凯吧 先说周凯好 他有什么好说的 五金王还没什么好说的呀 怎么说都是故事 怎么说都好说 今天我觉得你把这个节目变成我俩一块主持 你看怎么样 不敢 好周凯吧 五金王已经超越了你的偶像 李宁 李宁 对 你说你这个也就是为了接下来以后生个儿子 可以在儿子面前吹捧一下 对 其实是开个玩笑 因为对于 对我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运动员 能够在这种就是在大赛超越这几个天才型的运动员 成绩感觉非常开心 除了开心呢 你真的没有一点点的骄傲啊 或者是我所谓的这种骄傲是褒义的骄傲 并不是贬义的骄傲 就是觉得自己真棒 就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不是那种特别有性格的运动员 就属于是那种家庭教育就是特别保守的运动员 可能性格不会有这么奔放 但是是比较平和一点 而且经历了08年过后 现在说到08年到现在了过后 心态应该更加成熟 这个小胖 对 火宝吧 对 几号队全是宝 全是宝 我的意思是 你真的很幽默 很好笑 很搞笑 特别耍 跟熟悉的人一起 可能还要耍一点 不熟悉的话 基本上三言两语吧 他都特别好吧 他是不是对里面最有人缘的一个 应该是人缘肯定是非常好的 嗯 就不管男队员女队员 你这个 我打算一下 女队员比较多吧 女队员不行 我跟女孩说话紧张 害羞 是吗 那你就没有把我当女孩 是吗 从你进这个演播室的时候 就 我尽量把你转换一下 不然没法说话了 哦 他平时呢 他是比较 安静的吗 还是 对啊 你性格在那摆着呢 嗯 我就特别羡慕这张 能 沉得住气这叫 哦 说到沉得住气 你知道 他有一个粉丝 是队里面的 可惜 我昨天在做他的访谈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可惜您有偶像吗 然后他说有 他说谁 我问他是谁 周凯哥哥 周凯哥哥 不会吧 他从来不叫我 叫我哥了 哥哥我家的好吧 他说你是他的偶像 那我就荣幸了 因为我应该是我跟他是一起出道的 嗯 我是跟他一起比赛的 他能说是我会偶像 我感觉其实挺奇怪 因为在08年的时候 他也拿了很多成绩 嗯 他所谓的这种 像他我昨天问他为什么的时候 他说觉得你的心态特别的好 就是你的心理素质特别的好 特别是在大赛的那种 明微不惧啊 特别能沉得住气的这种 特别的棒 就像刚刚 冯哲说你的一样 你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吗 嗯 我感觉我 我是 比赛的时候 应该说完成动作 应该说很不错 但是心里面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 嗯 我需要有很 有需要精神自主 比如说像一斌这样 他是一种 他虽然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运动员 嗯 但是这种很有个性的运动员 在这种 在这个队伍里面 起到的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他是队长 嗯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很有自信 嗯 就会让我们 散发出一种自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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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